上午11点左右 烟台蓬莱一位要回家的业主 刚走到丹园门口 突然听见有个小朋友在喊救命 光听见声但是见不着人 这就奇怪了 谁在喊呀 这位业主就找了一圈 突然发现不好 是有一个小朋友掉到井里去了 他再一看更着急了 这不是自己9岁的儿子吗 上午11点 烟台蓬莱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 在当地海勤院小区 由一名9岁男孩追警被困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该男孩被困在小区 人房工程的一处通风井里 深度大约是5米 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设备进入井内 进入井底后 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 一边帮孩子穿戴救援设备 在做好防护设施后 由井外的消防员成功将小男孩救出 抬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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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叔叔在这 别怕 手机带头背好吗 保护一下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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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爱好 家里他钥匙锁家里了 锁家里之后他在家里 从刀部上能够能回够拿钥匙 然后就上去 我正好回来的时候 然后发现他这个情况 是你发现了他在里面 他实际上是跟我打电话说 钥匙拿落家里了 据了解 因疫情防控要求 这名小男孩自己在家上网课 课间休息和几个小伙伴出门玩耍 结果忘记带钥匙 男孩家住在一楼就想爬窗户回家 结果在攀爬过程中 将脚下的通风井盖踩碎 不慎掉了下去 索性并无大碍 幸亏发现及时呀 孩子年龄小 经常看不到身边的危险 家长平时一定要多嘱咐嘱咐 让孩子多了解一些安全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